五年脚步越来越近了 今天就来聊一聊年夜饭 其实对我来说过年最期待的 就是能够和一家人团聚 吃团圆饭 因为我的家庭成年是挺多的 所以单单是要配合时间一起吃饭 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一家人可以又平安的度过一年 简单的聚在一起吃点年菜 对我来说就很满足了 是 我以前也在国外工作了好几年 也有好几年无法回家吃团圆饭 特别能够体会这种一顿团圆饭 一个团圆年的意义 但是我们今天又特别邀请了 贺岁片团圆饭的两位演员来分享 团圆饭对他们来说又有怎么样的意义 我们欢迎向云 王冠逸 欢迎两位 两位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冠逸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的 江东团圆饭我们知道 就是冠逸是相当的注重这个传统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没有哪一年或者是哪一顿团圆饭 是令你最难忘的呢 冠逸 其实好多顿都非常的难忘 不过我记得有一顿可能是有一年我在主里拍戏 然后我其实是请了四天假 想说飞回来这里跟我爸吃团圆饭 可是就是临时据嘱说只能给你一天半的假期 然后我就立马做了决定 我还是从上海飞回新加坡 然后从新加坡开车回去JV 然后吃了一顿团圆饭又回来新加坡又飞回上海了 所以就真的是飞回来就只吃那一顿团圆饭 所以特别令人难忘吧 风尘仆仆 而且这个团圆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 没错 那么像向云姐 您最难忘的又是哪一顿呢 我难忘团圆饭应该是在我的童年 因为那个年代祖母都会在 就是年初夕夜就是拜神的日子 祭神 然后就会比较丰富 因为平时都很少吃肉 那只有在那个祭神的那一天 就有鸡 鸭 这些肉 就很丰富 所以童年的团圆饭都很期待 因为是吃的最好的日子 而且祖母在 整个新年的气氛 就是准备新年的气氛是很特别的 我知道向云姐是广东人 广东人过年的时候 特别要讲到这个食物的寓意和在 很讲究 对 但是这个吃剩的饭 是不是下来年初一年初 二年初三都要吃呢 向云姐 我是潮州人 其实我是潮州人 我不是广东 我妈妈是广东人 是 是 是 对 我不我妈的自己的传统是一定要煮栽菜 她的素菜非常好吃 对 很传统的 那从小吃到大 那我身边就是我的老朋友们 都会因为我妈的栽菜来我家的 就是说我要吃你妈煮的那碗栽菜 所以我妈的栽菜算是我们的传统的 就是新年的饭 新年的菜 关于你年夜饭都是在吃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 而且来临的星期就是年初夕了 今年的团圆饭你是用什么样的计划 还有特别的安排呢 其实今年我特别庆幸可以回到新加坡 就是过春节 因为之前我真的几乎年年都在主里拍戏 当然因为疫情可能要回马来西亚没那么方便 可是我今年可以跟我弟和就是我嫂子啊 什么的一起吃团圆饭 就觉得已经很幸运了 那我们每年其实都吃火锅 感觉华人不管什么节日都会吃火锅 不过我觉得过年时候的火锅 可能会跟其他节日的火锅不一样 因为你可能就会看到特别大的虾 或者是特别大的鲍鱼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感觉好像好料都只在春节的时候吃 我也喜欢火锅 红红火火的有好的寓意 围炉的感觉 一起取暖 那么向云姐呢 今年的团圆饭有哪些计划 或者是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其实我今年想要比较有潮州人的那种感觉 因为以前我都会叫烧拉饭 辣味饭 做除夕夜的团圆饭 因为我的家婆跟家翁年纪大了 我家婆的行动很不方便 所以我通常都会叫回来吃 叫很好的就是比较新年气息的那种菜 年菜 那今年呢我就想叫一些比较传统 潮州人爱吃的猪肚汤这些 我就特别去订了 那么叫一些比较好的 就是孩子们很少吃的那些菜啊 鱼啊这些 所以因为我家婆加工现在年纪大 牙齿也比较弱了 所以就叫一些他们容易吃的菜 其实有家人在不管吃什么 都是味道都是特别香的 那是当然的 吃团圆饭也想不了 后续片和精彩节目的陪伴 当然由向云姐和关于参与的 虎年贺岁电影《团圆饭》 最近也上映了 我们先来看看精彩的预告 爸 伯父 李正 反正梓洪她爸也不会常住 帮我找间屋子 当作是我妈的家 小姐 给我一间最大间的房间 你找个人 连我妈 你是一花人啊 你连我舅舅 为什么我连你舅舅不是连你爸爸呢 电视问题 小李 年轻人谈恋爱不是游戏啊 对吧 快来拿你们的衣服 结婚是大事情 好 不要 不要 欢迎来新加坡 喂 长官 长官 放下来 好 是你逼我出手的 不玩啊 太帅了 先叫我叔叔 我叫你静静会听吗 收开 不要乖 看过这个宣传片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些想说要买票去看的 支持一下 应该是一个笑声连连的厚碎影片 是 关于在剧中饰演的是哪个角色 怎么样的角色 我饰演的角色叫李朝阳 那他是一个广告的 advertising executive 他叫耿王之王 因为他点子特别多 所以他是一个很机灵 很聪明 很活泼的一个人 那 当然他的那个未婚妻的爸爸要过来新加坡 当然是见我的家人 可是因为我跟我妈之间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其实也很多年都没见我妈了 所以我就找了一群非常有趣的人 领演来当来演我的家人 为了就是见我未婚妻的爸爸 所以就闹出了一系列的笑话 然后不只是笑话还有一系列很有意义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可能看了会很有共鸣的一部电影 那么向云姐其实就是演惯异在剧中的这个妈妈 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妈妈桑 对你来说演的过瘾吗 当中的挑战是什么呢 向云姐 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当我在拿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很精彩很好笑 我的角色也很丰富 然后因为他是演妈妈桑 那其实我是很希望能够实地去看看 然后多了解一下现在的夜总会是什么样子 毕竟我是那个年代的人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有的这些场所都关门了 而且关了一两年 我就想我应该去哪找一些资料呢 现在的夜总会跟KTV是什么样子呢 我就一直找在 就是在那些社交平台 各种网络 我都看的都是那种2000年代的那种古老一点的 所以我就真的很 就是有一点你说怎么办呢 现在到底这些KTV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还好就有一位同事他就介绍我的 认识一位妈妈桑 那我们就通了很多次电话 我就知道原来现在已经有这么不同了 原来现在妈妈桑可以穿着很漂亮的衣服 不是我们想象中以前的那些风尘女子的样子 但是我的角色后来拿到就是做造型的时候 原来我还是演一间就是比较没生意的这个KTV 我还是没有办法打扮得美美的 就是那种样子 也比较亲民了 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 你是饰演这个关义的妈妈 但是这个关义饰演的李朝阳 就因为工作关系 要带女友回家吃团圆饭 因此起了很多的这个临时起义 找了很多人来演家人 向云姐 你回忆一下 你第一次跟志才大哥一起吃团圆饭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有经历过这种 心中的那种七上八下呢 会啊 因为我嫁到她家里去了之后 因为我的家婆是一个很modern的女性 她是受英文教育 我是讲华语 那她就会跟我讲 I cannot speak华语 不过还好她是潮州人 所以我们之间都是用潮州话来沟通 那她们家就是很modern的 就不像我家里 一定有鸡 鸭 肉来做团圆饭 她们就是很随意 但是也吃得很丰富 以火锅为主 所以我慢慢的也习惯了 当然相信冠一也因为工作的关系 常常需要到处飞 然后可能有些年也没有办法 就是回家跟家人吃团圆饭 那么在过去几年的储夕夜 如果没有回家的话 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其实我们在剧主的时候 即使是春节在中国 你休息的时间也就一天半吧 我们一般上在除夕那一天的时候 可能会工作到下午 然后可能晚上就剧主会 大家就是聚在吃团圆饭 然后初一是休息 然后初二就开工了 我记得去年我在海口拍戏 然后我是在吃团圆饭的时候 就跟我的家人视讯 然后因为去年是疫情 所以又不能够像以往这样子 这剧主就可能会住一个很大的场地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吃团圆饭 所以我们去年其实就是 所谓的各吃各的 所以我记得我在酒店 跟我的爸爸还有我弟弟 他们视讯 然后我就吃了一片蛋糕 和一杯辣椒 然后他们就吃得非常丰富 所以那短短的十分钟视讯 其实对我来说就很温馨吧 对那很开心 冠毅今年终于又可以 跟家人一起团聚了 是的 可以吃比较丰盛一点 不要再喝咖啡过年了 这时候我们先请冠毅跟项羽 跟为我们的观众来拜个早年吧 那冠毅先说吧 好 大家好 我是王冠毅 在这里要祝大家在虎年 虎虎声威 虎福冲天 虎气凌门 然后记得一定要去看 我们团圆饭这部电影 保证你们会又笑又哭 然后效忠又会得到很多 对亲情 爱情 友情的领悟 赛与姐有什么贺思想 特别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是 我向云在这里祝大家在虎年行大运 身体健康 事事顺意 然后跟观音一样的要提醒大家 进来戏院看我们的团圆饭 一定会让您对团圆饭有另外一层的领悟 谢谢 谢谢向云姐 谢谢两位 也祝福你们的电影有很好的成绩 谢谢两位 谢谢 张红红 好 谢谢 说到电影 这个热爱电影的观众朋友 对电影展应该是不会感到陌生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国是有一个以动画片为主题的电影展 而在去年已经迈入了第十个年头 如果我的毕业作品没有这种观众的话 他就没有那种生命 除了为年轻动画师提供展示作品的平台 动画影展还能怎样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广告过后 一起去了解